小炒王國 不問嫁罪 小炒王 良心恩 毅力 早晨 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五 小炒王國的時間 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今晚重溫的時候 見到為何小炒王戴著眼鏡 真不好意思 皮膚敏感 所以戴著眼鏡和大家做節目 先請毅力出來 毅力早晨 早晨 三人 你好 我想兩人應該是右手好閒 應該沒什麼做 今天是星期五 兼且耶倫即將會在Jackson Hall說話 先問一下毅力的部署 因為現在兩條路 要是加 要是不加 在息口方面 我想問 毅力覺得9月份 加了會不會感覺好一點 因為始終我們星期三都談過 因為那個不確定性實在令人太過頭痕 搞了那麼久 你不如直接了當這樣加 不過也有些人說到 如果他說是漸進加息的話 那又會令到市場震盪 還有那個解讀 美國經濟是不是真的復甦得那麼厲害呢 可以是讓你可以漸進加息 但我覺得這個是有些想多了 其實因為我覺得耶倫是不會夠膽說 漸進加息 我想聽一下毅力的意見 你先說 那麽星期三都講過了 其實我自己就傾向 如果9月份加息的話 就會好過不加的 因為消除不明朗因素這樣 但是我自己看 我現在短股這樣想 其實耶倫應該不會是這麼英的 我自己覺得他應該是 Jackson Ho 就算會講這個家庭問題 應該都是會編革 甚至乎是無靈兩可 市場觸摸不到 其實他這個方向 大家都是繼續看著就業數據 因為耶倫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就業方面的專家 他都會很著重看就業的數據 那麽多個月 那麽除了美國自己會大選之外 我自己覺得較大的機會 都會在12月做的 但是你覺得12月 我昨晚都想過 會不會有機會12月加呢 因為始終新官上場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要不就是希拉莉 要不就是川普 會不會到時 就是耶倫都未必摸得清那個方向的時間 那麽更難加 就是我自己覺得 新官上場 那麽大家要磨合 跟聯署局 就是美國當政府這樣 那麽我覺得12月似乎就更難走 這一步 我覺得9月的機會會大些 好像 我自己覺得 反而我又這樣看 就是始終耶倫就會在大選之前 就是他不想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例如希拉莉 他可能會落敗 如果希拉莉真的落敗的話 其實就 可能會將不像算在耶倫頭上 其實這個可能性是幾高 我想他自己作為聯署局主席 他都不想任期中間 會出現一些這樣的 對他不利的因素 所以我自己覺得 除了要考慮他自己的政治 那個外圍的因素之外 也都要考慮他自己的 本身任期的問題 但是呢 其實說到特朗普 你知道他手上 他之前也有說過 就說他手上有些少許黑材料 在那裡 我看到有些網站 都已經開始 說著 報導著維基解密 那裡 就流出了一些 那些對希拉莉不利的 一些健康的 因素的一些 E-mail 就說 其實他早幾年 已經開始出現了一個 叫做 抉擇困難的一個病症 叫做Decision Fatigue 他就問醫生 希拉莉問醫生 醫生 開了一種藥 原來是跟E-柏金順 是相同的那些藥 所以 現在 都在美國那邊 都在說 其實對希拉莉那個 健康狀況 真的會有些 擔心 是的 但是 你最近都很積極 上一些真人騷的節目 去做一些 闢謠的動作 所以其實 現在都在拉鋸 究竟 最後哪一邊會贏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我不知道究竟 維基解密還拿了多少 這方面的材料 如果你說他未來這幾個月 臨到大選之前 才開始 一直滲出來的話 會不會真是 很不幸 可能特朗普 真的會贏了呢 如果贏了的話 真的可能會再 會再押後一點 才可以做加勝 如果你說 希拉莉贏了 12月加局機會 就會比較高 好啊 這個話都看得很透徹 對於美國的總統大選 因為始終都連繫到我們這邊 市場的動力 說回個股 其實科技股 也算是做得不錯 因為騰訊上來202元 這個水位 現在是202.2 升1.3% 連帶話 昨天滲到下去 只有15.4元 金山軟件 今天也升2.2 15.68 但268也不太動 金碟2.9毫 其實今天是否聚焦科技股 還是禮拜五 炒作的動力 衣浴都可能比較低些呢 其實就因為 下個禮拜 最主要反而 未必是 Jackson Hole這件事 可能是下個禮拜 期期結算 其實期期結算前 你看到 現在好優勢頂得挺厲害的 將指數不停地頂上去 接近2萬3的水平去做轉倉 去做結算 這些水平 其實人為因素 真的相當之大 我自己覺得 一棟不如一靜 你有貨的 拿著的 也不要讓市場震了出來 好像昨天這樣 昨天2、3線 都跌得挺厲害的 普遍來說 都跌了3% 你看到 其實整個市 整個市場震動 都開始跌下來 上個禮拜還說 60多個% 是高於3天線 我們叫做高於18天線 這些指標 但是去到這兩天 已經跌到只有52% 其實是相對跌得挺厲害的 但你看到指數 其實還是頂住了23000 這些位置 所以尤其炒 其實真的不容易 也不容易找到一些好東西 來炒 你說剛好 你博中了一隻 是夢偶的 昨天 你買了一隻 恭喜了 今早還不吃嗎 是啊 你看到昨天有一成的都吃了 另外一方面 我舉個例子 好像昨天的 148出了業績 是 中國飛機租賃 哇 都散回來 是啊 你看到昨天的業績 是挺漂亮的 就是因為純利升了一倍 派生加兩倍半 那麼多 但是今早一開 如果你說A盤追入了 9.1 就是頂 已經不見到40架了 所以其實是相當難炒的 反而一些內需的股 其實業績表現平平的 但是現在市場似乎是炒 他們會有一個復甦 說的是 例如昨天的中南包裝 今天還升了7%的 連升了低三 是啊 整個全系 例如506 今天都開車了 是啊 5% 中國食品 已經5%了 康師傅 康師傅這些 已經揭出了籃籌 準備會揭出籃籌的 這些股份 都有一個大升 這樣低位反彈 所以你看到其實 內需股現在是成為了一個 追落後的焦點 如果你真的 賭勝比較強 真的每天都要找些東西炒一下 你說 找這些內需股 我覺得就 直播率會比較高些 嗯 不過有一點點不開胃 找這些股份 真是難炒 尤其是322 我自己說服不到自己進場的 其實因為市盈率太高了 還是二十多倍 二十一倍PE 康師傅 還要星期一出業績 你就明知道 康師傅的業績 都不慌英俊 爛就已經預算了 是啊 看起來有多爛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好像毅力這樣說 除非你真的有些賭勝很強 才進場 不過已經升8%了 8.27% 我以前都很喜歡炒506 和606 昨天就沒有把握到機會 昨天就自己因為不太舒服 就休息了半天 不過這樣 今天呢 我看到那些盤都積極的 但我今天盡量都叫自己 不要動手著 不如等到耶倫說什麼 雖然我自己覺得 最終出來 都是無寧兩可 他不會說出一些實話 都是9月才見到真章 所以我自己就希望都是按兵不動主 因為這期如果你說A盤入 入都輸 就是選手 那就無謂送錢落海 是不是 提前跟大家說過的股份 今天我會吃戶的 2128 中國聯數 都拿了很久 今天是升4% 現在業績股 真是當炒 就是靚的那些 最高5.09 一個月高位 現在5.06 升4% 我不知道你還有沒有 因為四個幾港 看看大家會不會重叉 另外 昨天說 現在星期三 短炒那裏 我選了一隻天保 1979 今天去到一個月高位 一個是一毫二 但很有趣 他去到高位之後 會休息一會 我自己把目標上移 到他第一天上市的收市價 是過異的 不過我重申 你們短炒的 是應該食股的 短炒是應該食股的 但我現在再駁多他十多格 我要預備他 真的會回到一元 甚至九號幾的水平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 不要說 我買了九號幾買了 薄過二 我等過二 但如果你拿了 已經賺了十格 其實我建議你吃掉 因為我現在是 用一個膽薄膽的心態 再駁多十格 那這個你就有預備 可能要到書 甚至是賺少了 那些心態 因為要和大家講清楚一點 否則大家 就不知道 究竟是否應該駁下去 我建議大家 我自己就會駁到過二 現在一元零五 跌近百分之三 今天不特別做一些新的推介 因為我都叫自己冷靜一點 免得做錯事 那跟毅力聊到這裏 多謝毅力的分析 見到恆子升級157點 22969點 成交是209億 聊到這裏 待會回來其他節目 在此拍照 benefic席 作詞 通知 有關 10 觀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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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